主持人 是呀 我今天一天都宅在房子里面 哪里也没有去 宝贝 我是冲个凉 你等着我 好 喂 喂 喂 你跟谁说话呢 丽丝特呀 你知道他还在哪里住吗 嘉丽华亭 这个低端的房子 这个尺寸 这租金少说 有三万块钱一个月吧 还有啊 他今天 给我看了他父母 跟他妹妹的照片 还跟我讲他家里情况 这一个男人 给一个女人 讲述自己的家里情况 这意味着什么 弄小的弯 我再跟你讲话 有没有在听啊 我在听呢 李斯特不会这么短的时间 就要向你求婚了吧 外国人嘛 你懂的 感情来了挡也挡不住的 不过这至少说明呢 他是不抗拒跟我共建家庭的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 你对他的原始吸引力减入了呀 我怕他跟我共建家庭的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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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怎么回得去啊 什么意思啊 今天晚上 你不会要在他那儿过夜吧 反正呢 我今天晚上是回不去的 宝贝 我来喽 我给你讲了 拜拜 宝贝 宝贝 快点脱衣服啊 什么意思啊 人家是中国人 含蓄一点嘛 这个还分国籍 我要你脱衣服 是为了让你换衣服 我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之前从来没有过异性朋友 在我这儿过过夜 我不习惯 对不起哦 我还是送你回家 你看看我 看看我多紧张死了 你看看我都紧张死了 你不说出来 我都不好意思开口的 我也是的 我从来没有在人家家里 过过夜的 我从来没有在人家家里 我从来没有在人家家里 真的啊 真的呀 我马上走 好 马上走 雷斯塔 一会儿不用你送我 我自己打车就好了 懂事 unquote 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蠢啊 一直就蠢呀 明明只是男嘉 硬要往上蠢 是真的蠢 换成事 我肯定不会这样做呀 拿着人家新男嘉宾的钱 却帮李静柔做事情 你在跟我搞笑吗 你安慰我一句能死吗 可你就是这样的人呀 你还记得咱们军训的时候吗 张晓丹 钱包丢了 硬要说是我偷的 理由就是 我是全寝室最穷的一个 却买了条一千多块的裙子 我现在当时 没有一个人敢吭声 就你站出来替我打包不平 虚的呀 结果呢 他钱包涨着了 你逼着他出来跟我道歉 早看他不顺眼了 我这个人呀 从小到大就自私自利 爱慕虚荣的 可我就是愿意跟 和我相反的人做朋友 姜大林 这件事情你做得对 我支持你 总算说一句人话 行了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就不要再去想了呀 还是赶紧琢磨一下 该怎么控制公司的损失吧 姜总裁 我怎么控制啊 人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呢 走马上任第一个案子 我不仅坑了公司 我还坑了自己的客户 关键是魏哲我也保不住了 我原本想着吧 这个案子要做好了 我就拉魏哲入伙 现在案子黄了 他肯定不来了 刚才你没来之前 我仔仔细细 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地 把这件事情 好好地梳理了一下 我真心觉得自己没有错呀 那你纠结什么呢 没折呗 就是觉得对不起他 你要真想拉他入伙 那还不容易吗 什么啦 色药呗 去你的吧 刚才我要是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今天晚上是不是就住在李斯那儿了 我突然想上厕所 你等一下 不许淘 闭也回来问题 肯定是 女流氓